这边是这种镜头水雕都还在2800 不过这边的质量都是很好的 这个整条这么大间才3000多 现在这个毛背心还是挺好看的 这个才990 就是他老板说已经是勤货架了 他这种一看就是整张的那种 这些款式都比1300 类似的高达还比较 升级1900 就算这个 款式啊 还有瓶手款式 这些就非常不贵的款 土豪的款式 这个披萨马甲多少钱 这个披萨马甲多少钱 这个披萨马甲 这个披萨马甲 这些还是挺好看的 一看就 这个披萨马甲 这些都挺好看的 这个款式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种卖多少钱 这个 1280 我觉得这款式还是可以的 还有一些帽子 有些人买偏 因为是穿旗袍 这种白色的 最难弄的 这种 这边的都是整张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都是整张的 不是睡毛瓶的那种 价格肯定会是 稍微会贵一些 不是呀 我宁愿要三千多 我都不会要去那嘛 这些 也是彩色的一些 维巾都还是挺好看的 那些怎么卖呀 这种 每件的价钱不同 每件的价格不一样 这个拼色的多少钱 这个 八千多 八千多 这条 白雕 白雕 白色其实肯定是最贵的 嗯 这个最贵 这个 这个青子兰 青子兰啊 嗯 这个两万多 两万多 大家看一下这件两万多 老板娘推荐两万多 这个 哇 手感很舒服 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自己有没有 喜欢的款式 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过来这边自己买 呃 冰冰这边的话有一条街 不是卖种皮草的 之前冰冰这边的话 卖种皮 皮草 嗯 还是有很多家 但是 现在的话就慢慢的 减少 之前这边的话 我还来这边买过真皮 就是一张张的那种 真皮 洋皮 以前有家公司 他是做这个真皮 美容的 好了 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是卓卓 我是一名服装设计师 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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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